白车驾驶急杀冲下车目标锁定前方黑车持棍棒猛敲 后方挡风玻璃碎光光 黑车驾驶得退路又往前接着一脚油门 两部车在大街上撞来撞去仿佛就像碰碰车一般 车头车尾都已经被撞凹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而民众也从另一个角度录下撞击瞬间 这一起火爆冲突就发生在三号上午七点多 基隆市信义区 街方厘清双方驾驶的关系 发现两人之前就曾经起纠纷 原本都只是隔空互呛 但这次打算要相约谈判 黑车驾驶没想到对方竟然会绕人来 第一时间想漏跑 结果被白车一伙人砸车 双方婴儿引爆战火 街头护撞场面惊悚 当时不少民众募集都以为是行车纠纷 警方逮捕三名涉案人 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男子 被依刑法公共危险 妨害秩序 毁损以及伤害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 东城新闻在基隆报道